孟晚舟案终于出现转折 据环球网9月25日报道 美国司法部24日与孟晚舟达成延后起诉协议 并且撤回了引渡要求 加拿大法院随后免去了孟晚舟所有保释条件将她释放 她可以自由离开加拿大 孟晚舟随后在法庭外发表讲话 感谢社会各界 尤其是祖国和人民对她的支持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祖国 还有祖国的人民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这是我走到今天最大的资助 谢谢大家 据悉孟晚舟已经乘坐飞机离开加拿大 预计25日晚就能回到中国 9月24日正好是中方向美方拉出两份清单后的第60天 7月26日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和来访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进行了会面 中方在会谈期间提出了两份清单 向美国做出了明确表态 两份清单 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 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在纠错清单里 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方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 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 拼之打压中国企业 以及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要求等 听到呢 中方安